多多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相聚一个家 多多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相爱一幅画 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同情的节拍 写手心也够精彩 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热梦的舞台 写起小孩的空白 今日 周深在节目录制结束离开时 小女孩为不打扰偶像 女孩和偶像隔空合影 周深看见后 暖心冲镜头打招呼 并走过去满足女孩拍照的心愿 一次合影温暖了小粉丝 烟台女孩唱歌感谢周深哥哥 为了回馈你的暖 让我隔空为你送上一首你的歌 周深哥哥 您的烟台之心 让我们都很开心 为了回馈你的暖 让我隔空为你送上一首 你的歌 这是给你的花 花的名字叫网友藏 她说时光新的 欢迎你常来演台 电台可美了 这样有实力又温暖的人 给小孩子带来了感动和快乐 才是该追的心 今日又有网友晒出周深工作室 向东北黑龙江的捐赠的物资 官方随后确认 此次捐赠不但有实物 还有救援的冲锋顶 但是和上一批一样 默默捐赠 没有任何的宣传 此批物资如此快速抵达 说明周深很早便关注了东北的灾情 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周深 只不过周深比较低调 也很少宣传 大家基本都是从一些基金会发文中得知 或者是从一些视频里看到周深特有的代标语的救援物资 到达的物资包装上还写着 愿爱生生不息 东北加油 这句话充满了暖心的关怀和鼓励 也展现了周深对灾区人民的关注和支持 这些善举展现了周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行动 也为灾区人民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从这一开始就默默关注灾情 默默的做好事的周深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做好自己也做好别人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更是一位有担当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 多多多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相聚一个家 多多多浪花 多多多浪花 相爱一幅画 多浪花多多多浪花 同情的节拍 写手心也更精彩 多浪花多多浪花 酸流风的舞台 雪起笑海的舞台 爱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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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笑如今前画 和发浪花 歌 爱达未来 爱的 爱的 回来 回来 爱的 爱的回来 爱的回来 都在不在 爱的回来 爱的回来 心笑容器 绝望的 作为一名歌手 本可以只用自己的声音来传递爱心和力量 但是他却选择了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 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让人不得不佩服 那么周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据了解周深是一个热爱公益的人 在他的微博上 经常可以看到他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项目 他曾经说 我觉得公益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周深的爱心之举 让东北的受灾群众感动不已 他们纷纷在网上留言 感谢周深的帮助和关心 有人说周深是一个有良心的歌手 他不仅有好听的声音 还有善良的心 有人说周深是一个有担当的公益人士 他不仅有才华的作品 也有责任的行动 有人说周深是一个情感的东北人 他不仅有亲切的笑容 还有深厚的情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数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周深这样的公众人物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人 让我们一起为周深点赞 为受灾群众加油 1 2 1 2 3 Let's Go 1 2 1 2 3 Let's Go Yes Sir 咬到舌头了 周深给Action大声 1 2 3 Let's Go 1 2 1 2 3 Let's Go 1 2 1 2 3 Let's Go 1 2 3 Let's Go Éh 1 3 3 Let's Go 发生了什么 阿珊 我以为你的第一句是 阿珍很爱上了阿强 110 3 Let's Go 爱情像卡的 mówi keh3 黄黄的甜甜滋味 爱情像卡的 roaring 我唯一很多人说我的那个频率 像谁谁谁 我觉得无所谓 我唱歌 反正我唱歌一开始 大家都从模仿出来的 再到后面 你可能 你一定是要去找 自己的声音 而不是刻意去避开 像什么什么东西 而且你要去找 适合你的平日 你唱得最舒服 或者是你觉得 能够让你 去兴奋哪一个声音 而且你自己觉得 你唱流行歌 像流行歌吗 还是说也是有挂腔体 我觉得就景象 就是高音部分 我想给他 如果混下来 他就要用到那个 我可以听一下吗 就比如说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你如果不用 不挂位置 唱的是什么样的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你就是因为读书 我们读书 它会让你把每个线条撑满 是 对 但是流行歌 请不用 你不要考虑技术的问题 你现在没有技术问题 你现在是在意识上的问题 意识上 你想想就平时大家说话 不能说 就是这么去说话 哪怕你不挂位置 我也不可能这样跟你说话吧 我觉得这个你有的就在一个 让人舒服的一个氛围里 不要让别人觉得 你好躲躲踢人的那种 就像他说 太多 就你要让一个在一个 就像昨天你那样的 就让大家很舒服地 去接纳你所有的技巧 其实因为你自己的声音 在舞台上的侵占力 其实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找一个男生的话 对方会压力很大 了解 我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找一个 女生合唱会更 那一点点 而且一首歌的表达的角度 会丰富一点点 而且你们声线也不会有一个 在同一个位置 不停去打架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你以前做的 算是比较偏小众的音乐 对不对 你那你昨天唱 第一次唱别人的歌的感觉 是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顺序的话 就是你要是坚持地 不停做自己 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东西 还是说你要去 尝试做大众化一点的作品 然后让更多人去认识你 你会选哪个 那你觉得你现在 来我们这里 算不算做的是 比较像是 向大众去展示你